五分鐘就完成了 又是時候跟我們一起做五分鐘運動了 今天有請兒童體清靈教練梁坤兒 帶領我們做運動 大家好,我是Angel姐姐 今天會和大家訓練反應和敏捷度 除了Angel姐姐之外 現場了三位小朋友跟我們一起 分別有Chris, Sarahson和Olivia Angel姐姐,我們是否可以開始訓練 對,我們訓練之前要做熱身 好,我們開始了 好,我們先做簡單的身體 我們要做肩膀的伸展 右手伸直,左手伸著 對,我們做到停止中 我們感覺到手臂會有伸展的感覺 我儘量右手伸直多一點 對,然後慢慢轉另一邊 對,右手伸著左手 好,記得把肩膀放下 對,做得非常好 好,然後我們準備轉第二個動作 我們現在會做大腿前面 四頭肌伸展 我現在把左手捉住右腳腕 對,我們會訓練小朋友的穩定性 如果你覺得比較容易跌 你可以把右手打開,幫你做一個平衡 對,做得很好 好,然後轉另一邊 對 好,然後左手做一個穩定性 對 對 有了,小朋友 不要緊,跌了,再拿起來 對 好,然後最後一個動作 我會做一個乘機伸展 右腳伸直 對,然後感覺好像錯模型 把屁股推向後 勾起腳本 感覺一下小腿和大腿後面 會有一點伸直的感覺 對,將背部伸直 好,慢慢放鬆 好,我們做另一邊 左腳伸直,勾起腳本 對,做得很好 好,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熱身就… Andra姐姐 做完熱身 我們是否可以開始正式的訓練 對,我們今天會做五個動作 加上剛剛好五分鐘 我們準備開始了 五分鐘工作,開始 好,我們準備好了 今天我們會用到我們的雪糕筒 去做我們的協調和反應的訓練 我們現在嘗試站在兩個雪糕筒的中間 然後一會兒聽我拍手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奔跑到前面 碰雪糕筒,然後回到原位 好嗎? 好,準備了 對,非常好 很好 很好 我記得做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原位 然後才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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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增加一點難度 我們要做一個好像坐模型椅子 尺寒半蹲的狀態 好 一樣 好 聽 拍手 手出發了 非常好 記得我們的半蹲要坐得像坐在小椅子 不要站在身上 對了 好像呼吸 如果你覺得開始疲累,可以放慢速度 對,要留心一點 很好 好了 我現在去了前後之後 我們會訓練一下 大家的向左向右 有沒有這個協調 我們一樣站在雪糕桶的中間 這次看著我指的方向 如果我指向大家的右邊 我們要碰右邊的雪糕桶 然後反中間 如果手指向左邊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 指向左邊的雪糕桶 好嗎 好 Let's go 對了,好 再來 好了,然後增加一點難度 至少第二次 再來 對 試著快一點,就要馬上碰到 好 好,大家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再增加難度多一點 我們趴在地上 這次我們好像準備去跑步的姿勢 好,記得手掌按在胸口旁邊 然後手掌一點夾著 好 手掌一點力,腳掌在地上 好,Adrian 聽到拍手的時候 我們就跑去前面 碰前面的雪糕桶 好嗎 好,我趴在地上 捧著 對 大家,姐姐也做得很好 很好 很好 不要緊 對 好 對 聽聽我拍多少次手 這次 對 對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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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趴在地上 最後一個了 大家做得很好 好,這次 我們要碰右邊的雪糕桶 再碰左邊的雪糕桶 最後才碰前面,好嗎 手掌按住 對 我們要變成長雪條 一個人不要趴下去 好 好,碰 碰 前面 對 下地 好圓 很厲害 非常好 很好 好,波子呼吸… 我們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今天我們的訓練完成了 好,小朋友慢慢起床 今天的五分鐘運動又完成了 想不到這幾個動作的運動量很大 加強大家的反應和敏捷 對你玩球雷運動也很有幫助 希望大家在家裡快點多練習 今天真是謝謝Anjol姐姐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做 五分鐘運動